当地时间4月8号,随着先锋号顿购机的稳步绝境,长沙地铁三号线顺利从不断有动车组通过的金港高铁流洋河隧道下方穿过,宣告中国地铁顿购首次成功下穿运营中的高铁隧道。 当天上午,中心设计者在长沙地铁三号线隧道内看到,长约80米的顿购设备正在地下绝境,而它的上方正是金港高铁流洋河隧道。 据了解,金港高铁是中国南北交通科运大动脉,每天有280多趟车次通过。 高峰时期,运营线路上平均每3至4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高速驶过。 长沙地铁三号线下川位置,距离流洋河高铁隧道底部约11米,下川总长度达75.3米。 我们这个下川任务也是处于在下川运营中的高铁,就是全国首例,之前是没有什么以往的经验借鉴。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提前采取了一个200米的一个实验段。 实验段就是这个实验段呢,它的地址埋身,包括这个地址条件,都跟我们下川高铁的条件差不多。 然后我们经过一个实验,最后一个数据的总结,特别是动工机决定参数总结。 然后经过可行性论证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正式的下川。 施工方中铁25局该项目书记邹师涛介绍,长沙春节后长达60多天的阴雨天气, 加上施工隧道锁处地层,浴水亦软化,给下川沉降控制增添了极大的难度。 为保证高铁行车安全,施工方在流洋河隧道内布置了两台测量机器人和120个自动化变形监测点, 每半个小时采集一次数据。 当沉降监测超过1.4毫米预警值,监测系统就会发出警报。 据介绍,此次成功穿越,标志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下川运营中的高铁隧道实现零的突破。 目前,中铁25G正着手于西南交通大学联合申报多项国家专利, 并计划将部分科技成果申报为国际先进水平。